近日,湖北省武汉动物园的大熊猫科普长廊迎来一组新的展品 新鲜的大熊猫粪便 11月26日,记者来到武汉动物园大熊猫馆看到 大熊猫姐妹花、春翘和胖妞正在馆中进食 饲养员在提供食物的同时 还会用手机记录大熊猫的饮食状况和排泄情况 在这一切结束之后 饲养员就会挑选一个当天的熊猫粪便 放入科普展示区展示 这种是竹节的粪便 它是吃那个竹杆,然后拉出来的粪便是金黄色的 它如果是吃竹叶的话,就是那种深绿色的 然后竹笋的话,可能是那种比较黄一点的 然后粪便会比较湿一点 然后金料的话,就是那种土黄色的 胡萝卜的话,就是那种胡萝卜本来的颜色 看这种,这是比较普遍的 这些是属于猪节变 这就是一个比较正常的粪便 武汉动物园饲养员曹骏告诉记者 每天都要观察大熊猫所拉粪便的颜色、形状、成分 及称量粪便的重量 并借此来了解大熊猫的肠胃功能是否正常 熊猫的粪便一般不会有明显的异味 如果是吃以竹子为主的饲料时 还可能有隐约的竹子香味 因为熊猫那个肠道比较短 它那个进食进去和排便的时间很短的时间就排出来了 然后它就是,那个味道就会有一点竹子的淡淡的香味 通过称它的粪便和看它的粪便的情况 我们可以了解它的进食情况和它的健康情况 此外,在大熊猫粪便旁边展示了一卷收集大熊猫的粪便后制作的手指 据介绍,大熊猫粪便里直接就包含了大量的竹子纤维 以此制作手指可以节约原料和能源 武汉动物园策划育营科工作人员陈立明说 相比以往用视频图片来科普 这类用食物来做的科普更吸引孩子 也能更给孩子们传达去了解热爱大自然的理念 大熊猫粪便让它闻一闻 闻到大熊猫的粪便是竹子清香味的 然后了解大熊猫的粪便的种类 我们在做科普的时候不仅调动起视觉 还要嗅觉、听觉 据了解,大熊猫春翘和胖妞是来自四川雅安 避风峡基地的一对姐妹花 2019年7月11日安家武汉动物园 经过近半年的适应期 姐妹俩已经完全适应了这里的生活 据悉,大熊猫科普长廊属于免费景点 观众只需要购买动物园门票 就可以近距离感受大熊猫的粪便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